南无尊师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经书超 作为大德毕丘 作为居士同修 请宣开书超第三卷 卷第三 请看经文 又设立佛 彼佛国度 长桌天月 书文 上属保持 此坛金地之上 花月交辉也 天月者 义士约故 长桌者 无间歇故 义士约者 大本云 第一 是天王天 集足天人 百千花香 百千音乐 以供养佛 集足菩萨 声闻之重 于是第二 刀里天王 欲界足天 以至第七 梵天 一切足天 香花音乐 转香备胜 又云 云云 云有自然万种 祭乐 无非法音 清唱 辽亮 微妙 和雅 一切音声 数不能极 观金云 无量足天 着天际乐 又有乐器 玄楚虚空 如天宝床 不古至名 已是天人 数作之乐 非人间数有 故云亦是约也 无奸歇者 事曰虚人 有捉有措 天曰至名 故云长桌也 今人念佛临终之日 天曰迎空 正为净土 长桌天曰故 好 先看这一段 这是介绍 一报庄严的第三段 天曰玉花 首先是谈到天曰 第二是描述地面 黄金为地 第三是谈虚空当中 玉下种种奇妙之花 第四就是总结的结语 好 那首先来看第一小段 天曰天曰 佛诱告当机的摄地佛 彼佛就是阿弥陀佛所住持的极乐国土 横藏着响测着响测着 其妙天然的音乐 好 在这个一报庄严的第二大段 谈到七宝池的庄严 以及保持里面的莲花 保持上面的楼阁等等 好 现在是谈黄金地上 充满着种种庄严 以及奇妙的音乐 这庄严和音乐交相辉映 形成黄金地面的 一道奇异的光景 好 这里谈天乐 是跟世间的音乐 截然不同的一种音乐 长拙就是二六十钟 不会间断 好 这个弹琴音乐 这也是一门非常深邃的 艺术和学问 这个音声之道 在佛法当中 是多有强调 诸佛在果地上 有八种梵音 乃至六十种 无量种音声 这种音声 是从音声三昧当中 显发出来的 音声就是信德的彰显 那这个音声之道 就有奇妙性了 在我们中国强调 礼乐文化 这个礼呢 主要是 这种无尊无卑的 鉴约之心 所以礼浪 是以浪作为礼的核心 以及光景作为它的内涵 所以有礼的社会 就天下太平 无礼就真悲失序 上下颠倒 斗争乃至战争 就会不断 那音乐 它是陶冶人的情怀 音乐呢 有一种高雅的 合正的音乐 心情就会平和 就没有怨恨之气 所以在我们上古文化当中 讲一风一俗 莫善于乐 那莫善于乐 对这个音乐 特别强调 它的一个 损美的原则 就是平和 平和的音乐 能够使人的 影响人的身体和心理 所以听一种平和的音乐 就会增长 身体的平衡 掌养它的元气 使内心平和 它发作的语言 就会和善 温柔 敦厚 那这样 它这个人际关系 包括社会的 这个秩序 就会和顺 这样看起来 因生之道 那就与政治 都能够相通了 反之 如果因生不合 就会身体受损害 内心不平和 显发的语言 人就会粗糟 这个 知见 就会昏乱颠倒 民众就会离心离德 那个社会秩序 就会出现 种种的分裂 从而使 个体和社会 失去真正的快乐 所以我们中国上古的 五圣先行 非常重视 礼乐文明 那看我们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教化众生 也以这个音乐做佛事 尤其对我们 言佛的众生 耳根最立 音生 法音做佛事 显得就更为的重要了 音生是一种心理的 一种外泄 我们常常都知道 一个知音 高山流水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透显了一些 一些音生的 奇妙的道理的 这个故事 很美啊 柏牙 他是跟一位民间的 弹琴大师学琴 学得非常道家 宗子齐 却是一个民间的侨夫 砍柴的 但古代常常这些 砍柴的人不一般 他有很高的 对音乐的审美的 这种能力 所以柏牙 弹的那种高雅的曲调 很多人都欣赏不了 唯有宗子齐 能够陶醉其中 当柏牙 古琴 他因为琴跟心 心声 他的思维 他的念头 落在什么地方 用他音声 把他内心的活动 给他再现出来 当柏牙在 想象高山的时候 那那个琴声 就表达高山的那种 唯恶 那这个音声一出来 宗子齐 马上就会赞叹 善哉夫 唯唯夫 罗太神 一下子他就知道 他是表现太神 过段时间 这个柏牙弹琴 表现那个流水 那甚至那个水流的 种种的溪流的声音 这种溪流浑身浩含的 这种大水的那种奔腾的声音 以及水积了这个山川的那种 金陶派岸的声音 最后又经过很曲折的过程 又回到田野那种快乐的声音 他表达这些时候 那宗子齐马上就赞叹 善哉夫 阳阳夕 若流水 那这个这就是了不起的之音了 这个柏牙听到他这种赞叹 都把琴放下来 赞叹宗子齐啊 说善哉善哉 指之听啊 就是你的这种 这种用听音乐的这种能力啊 那真是太了不起了 就是当我想象的时候 这是我的心念啊 但是我的心念却在阴神当中啊 被你捕捉到了啊 啊 所以这两个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了 知音啊 啊 后来宗子 宗子齐啊 他们相约一年之后再在啊 把河岸碰面 这期间宗子齐得病了 去世了 宗子齐去世之前 告诉他的父亲 一定要把他葬在那个河岸边 他要在那里等待柏牙的到来 不能爽约啊 那宗子齐父亲觉得 你们一年前的那种约 相约 而且在千里之外 他哪会来啊 那宗子齐说 他一定会来 那以后真的是 把他葬在那里 然后就在那一天 宗子齐的父亲就在那里守着 柏牙还真的吸着琴过来赴约 再一看才了解他的朋友 宗子齐去世了 那这个柏牙呢 就在宗子齐的墓前 弹奏的一区高山流水 弹完之后就把这个琴甩破了 终身不再弹琴了 他就以为天下只有宗子齐 是他的字音 以后任何人 任何世间的人 不足以让他再弹这个曲子呢 所以高山流水 现在流下来成为我们中国 著名的一个琴曲 而且这种发自内心的那种表达 他有整个的人类心里的顾名 因为无论是中国人 还是国外人 他的审美的情绪 都有他的共性 所以你看这个1977年 美国的宇宙飞船 航天者二号 就选了地球上的一些最美好的音声 最美好的渠字 向外太空不断地播放 其中有一首就是高山流水 那这个这样的公案告诉我们 他这种音声是心里的表现 那在极乐世界 这种音声 也就是实相的再现 所以这个世间 在一种精神损美的享受当中 音乐是比较高级的享受 所以任何的国王都有宫廷乐师 在战国的时候 晋平公为了欣赏那种清爵的 这种高雅的音声 那种诗矿去弹奏的时候 那就是凤凰乃宜 白银召唤过来 音声都能够有一种很强的内向 诗矿这个人呢 他甚至 他为了使他的音乐 到达一个更高的高度 把自己的眼睛都熏下了 决力一圆 然后他的听力 就能够成倍的增上 所以他的耳根的听力 就能够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 就能给他说命 知道他的命运 听一个国家的音乐 就能知道这个国家的心王 这个 记杂也有这个能力 他就是通过各国家的 这个曲子 来判断这个国家的政治 和民众的心理 所以这个音声之道 就是妙不可言了 那我们这个世间 帝王都要欣赏 他最美好的音乐 那这个帝王的音乐 跟转能圣王的音乐之美相比 百千万亿倍不及其一 转能圣王的音乐之美 跟刀立天王相比 又不及百千万亿倍之一 乃至于他画天王的音乐 跟他画自在天音乐 欲界的第六成天 他的音乐之美 跟极乐世界七宝 数的一音声相比 百千万亿份不及其中之一 所以极乐世界的音声之美 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们根本就没有概念 我们都没有这个福报 听什么音乐 是要相应的福报的 刚才讲这个靖平公 想听皇帝的音乐 这个诗矿都说 你最好不要提这个要求 因为你福报不够 如果你听这个音乐 对你的身体 对你的国家都有危害 他就为了听美好的音乐 哪怕生命也在所不辞 结果真的一弹奏 飞沙走石 暴风寄 下的靖平公就钻到桌子底下去 结果真的得了病 很快就病死了 都是没有这个福报 强行一对要听 他都承担不了 所以我们只是 从这里我们来看 音声之美 极乐世界 它真的是法界当中的音乐之都 美好的音声都在那里展示 所以无量寿经对这一点 有些描述了 就是这里都是次第的加以比较 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音乐 以及它的花 都不是我们世间人 所能够想象得到的 而且这种自然万种积乐 这个自然就是法尔自然 没有人弹奏的 万种积乐 它的乐器有几万种乐器 我们欣赏交响约 那也无非就是几十种而已 那万种约器所构成的 那种宏大的交响约 它是什么样的那种气势 也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这里刚才讲音乐的美 要在它的平和 和 和就是以不同的乐器 管弦的 皮革的 金属的 打击约的 这些不同的乐器 不同的质地 调和在一起 又是有一个很大的那种 协调的和声 才能有一种震撼 人心的力量 才能使人达到一个审美的 这种体验的高峰的 所以极乐世界它不是光是一种音声 它单调 它就构不成这个和 和一定是很多种声音能够调和在一起 才成为和音 那这个万种乐器演奏的 还不仅仅是一个审美的意义上的音声 它无非法音 是法性的音声 这种法性的音声 它用了八个字来概述 这八个字我们也常常讲了 清唱哀亮 微妙和哑 这八个字是概述做西方极乐世界的 音声的美的内涵 它的格调 这种音声非常的亲近 是远离了一些分别的 烦恼的 习气的这种音声 这种音声非常畅达 是由它正直心里面显发出来的 不像我们这个弯弯扭扭 充满机心出来的 所以你看这个世间人 你都能同音声看到 那个很有机心的人 他讲话就是审说其词 他的音声就是会打弯 所以他穿到人心的力量就不强 唱就是上下贯通 所以佛的音声可以贯穿使法界 他的音声可以直接到地狱里面去 他的音声传到无量无边的差度 你找不到他音声的尽头 这就是唱的这种特点 那么这种音声有哀的特点 是从大悲心里面显发出来的 一切哀有哀感的 就是悲感的音声 穿到人心的力量会加大 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的时候会悲喜交集 就是他这种音声有种哀感 把我们内在的那种悲心 给他吊现出来 也能触动我们在这个世间 这种苦难的世间 那种深厚的苦难感 他有哀感 同时他有量色 充满着希望 一种音声一定要有阳光之气 他是一种生命的开放系统 他是无尽的保障 他的精神心性是向上超声的 提升的 他有量色 那这种音声很威细 是把如来藏里面的 很深邃的东西给他表现出来 这种音声很奇妙 不可思议 他有一种很强的转化的功能 这种音声很和谐 邪和 这个和 是代表着心性当中超约对待的 离开斗争的 没有喧闹的 水和水 空和空的 那种高度相和的关系 这种音声一定是雅正的 高雅的 他不世俗 就有一种超约性 所以你看这个清上哀量 微妙和谐 恰恰就是对实相内在的德能 在音声上的表达 有时候我们会说是实相的 音声化 那这种音声 也就是从阿弥陀佛 所切证的实相 所生发出来的 无论正报 一报 他只要发出声音 就是清上哀量 微妙和谊 那么其他的世间 九法界众生 他发出的音声 是不能跟这种 极乐世界音声的 这种格调 美好 能够相比的 那么观经里面 也描述 这个极乐世界的 这种做天际乐 是怎么做的 首先讲到就是楼 楼阁观 保楼观 第六观 就是讲 无量的竹天 这个 住在保阁里面 他们做天际乐 天际乐就是 天人 所做的音乐 还有一种是 自然而然的 自作的音声 所以他就 讲两种音声的出处 一种是天际乐 一种是乐趣 悬挂在保楼外的虚空里面 不古 自然 而发出的音声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逐天所做的音乐 不是人间的音乐可以比你 所以就成为 义 是 约也 就是与世间的音乐不一样 那这种音乐 而且不间隙 不停息 那世间的音乐演奏 它需要人去演奏 既然有音演奏 哪怕它演奏时间很长 它毕竟会疲劳 不仅是演奏者还是听者都会疲劳 所以它就会有终止的时候 那极乐世界的那种天约 自然而然的冥想 它不会 没有演奏者 也没有音声停下来的情况 所以就叫 常作 那大家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常作 每天都有 二六十钟都有 百自然万种 纪约在那里奏响 当然我情绪好的时候 听一听 倒还是可以 如果我不想听的时候 这种音乐还在那里响 那也是一件麻烦事 你也不要担心这一点 阿弥陀佛有一个愿保证 就是这种音声能够随你的念头 做不同的表达 你想听的时候 这个音声就起来了 你不想听的时候 极耳无声 就没有音声了 那另外你旁边那个人 他想听的话 对他来说还是有音声 对你这个不想听的人来说 对你来说没有音声 他有这种自在 如果没有这种自在 那也麻烦了 一天到晚就在想着 也是一种折磨 不想听的东西 对人来说可能就是噪音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诗诗 还是非常的人性化 就常做音乐 好 那么我们念佛行人在灵命中时 有种种类像 其中有个类像就是天约迎空 就是虚空当中传来音乐 天约迎空 异香满石 莲花现前 这常常是念佛往生的内向之一 那天约迎空的这种现象 正是由于极乐净土 二六十中常作天约的缘故 在圣众来音的那样的场景当中 极乐净土跟苏婆会图打成一片 极乐净土的音乐 就由一个神秘的通道穿过来了 就能听到这种音乐的声音 好 请看下面 称礼则自信万得和荣 是天约意 自信如实空 则不利一成 如实不空 则焦罗万得 调和而科学不备 容易而依未无关 忍尽相于低昂 则寻名识奏 止观商城定慧 则欲正今身 慈悲则哀而不伤 喜舍则乐而不意 如实天悦 非为不古 肩幅无身 与及功臣 享天阵地 这段称和自信 理体的全息 道理很深刻 说明廉词大师对音乐之道 还是很精通的 并且把音乐跟心性的证物 能够联系得这么巧妙 天约的法义 是表达自信万德 万德就是一切德的和隆 音乐前面讲的可以滋养人的性情 当地内心的邪尾 污秽 消融我们内心的渣子 拉吉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音乐就有和隆之意 那这个自信的万德 从大性起心论 马明菩萨讲 一心俱足 二门来看 从心真如门来看 就是自信如实空 空颅来照 就不立一成 那么新生命门 又成为不空颅来照 从他的源起来看 又能够彰显万德 所以自信有如实空意 如实不空恶意 从不空的这种层面来说 自信有焦罗万德之意 从自信的空来看 又有自信和隆之意 好 现在进一步来看这个调和 这个调和呢 我们现在送上寓宁da 贝甘显在善浪做天子之后 一讯在善浪做天子之后 他就安排了一些官员 百官 其中安排那个滚 管音乐的官员 答覆着海要港元的工作 叫《八音科邪無相奪倫》 八音就是音樂演奏的八種音聲 金、石、土、格、絲、木、袍、竹 金就是金屬性的 像鐘、編鐘這一類的 石就是那些石料的那種樂器 比如像慶啊什麼 土就是用土字的那種樂器 像熏之類的 格就是古啊這之類的樂器 施就是施玄 木就是木質的那種樂器 我們打敲邦啊什麼 都是以木方面的樂器 袍就是葫蘆這方面的 豬就是豬器 比如笛子這之類的 這八種音聲裡面 最重要的是前兩種 金、石、為先 那這種八種音聲 各有它的質地 它有相生相克的關係 所以這八種音聲呢 一定要讓它處在和諧的狀態 不要讓它紊亂 那音樂的調和 不要讓它紊亂 就代表著自信的那種 溶液啊 溶液啊 溶液就是這個水啊 如果是在冰的狀態當中 就格格不入 如果它都成了水 而且都奔騰到海了 海水一味 這叫溶液啊 溶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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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這個萬德啊 裡面都具足作 長羅我盡的這樣的特點 好 再進一步來看這個音樂啊 這種音聲 用它樂器所表達的一種內涵 還能代表一種修行的方法在裡面 這裡就談到 忍敬相於低昂 則勳明持咒 這個熏大家可能現在我們不一定很有概念 原來這個九江有一個古樂的那些演奏 它曾經在東靈寺演奏過熏的這種樂器 熏是用土製的一種這種球形的這個樂器 它特別是上古的時候很注意 這種樂器很多 那麼我們中國它對這個土啊 為什麼瓷器也是土燒製的 所以中國的英文都是瓷器的意思 那麼這個我們中國人對這個土製的東西很有感覺 你看這個熏呢 它吹奏出來的音聲就有低沉和空曠的感覺 那一般有六個孔 它吹起來有六個孔 也有三個孔的 這是熏 瓷呢 瓷是珠子做的 它是有八個孔 可以橫吹 也可以速吹 就是相當於我們現在的這個笛子 好 那這兩種樂器 它合奏起來 最容易產生一種和諧的情形 《詩經》裡面曾經有一段 有一句詩叫做 《博士吹熏,總士吹詞》 就這兩兄弟 掌兄就吹那個熏 就是這種樂器 土製的樂器 那那個弟弟呢 就吹竹子的那種樂器 好 這就比喻這個兄弟之間關係很和諧 和睦 好 那這種和睦的關係來自什麼 這兩種音聲正好對比 這個熏很低沉 那這個珠子的那個笛子呢 就比較高昂 如果兩種樂器都很低沉 那就過了 一定是一個低沉一個高昂 那這樣在我們的修行當中 正好也是這麼配合 忍靜 忍靜就是指我們修六度 六度這是六度的其中兩度 忍就是忍路 這種忍路就代表著那種土的特點 土的樂器 它有忍耐之心 別人如何打罵都能忍受 就好像大地 好像橋樑 一些人在上面見達 他沒有怨氣 默默地承受 不起因應 從這個利益上來說 土的特點 它就低 低下 低沉 能夠忍受一切 好 那這種低呢 要配合高昂 高昂就用精進來表達 無論我們在世間住間什麼事 還是修行 在心性上用功夫 解脫知道用功夫 一定要精進 夜以繼日 不懈怠不放夜 就好像一人一萬人佔 勇猛之前 這就表明它一種高昂 那這個 這兩種正好高昂和低 低沉 要配合起來 正當你在忍怒的時候 就要精進 越精進的時候 又要忍怒 所以這就比喻 兩種樂器 互相唱和 形成一種和諧的關係 用勳和詞 這兩個樂器的配合唱和 來比喻忍入精進 低昂要互相並進 所以我們在西方幾多世界 如果聽到土方面的低沉的音樂 馬上就會想到忍怒波羅蜜 聽到那種高昂的 那種像 諸字的那種笛聲 馬上就會反映出精進波羅蜜的 這種修行方法 好 那再看 這個 剛才講八音裡面 金 食 是最重要的兩種音聲 這兩種音聲 在我們樂器當中 這個叫 玉 正 金 生 玉就是表明食 食料嘛 比較好的食料就叫玉 這個玉呢 石塊 我們上古的這個 國人呢 他發現這個石板塊 敲擊起來 有一種寧靜的特點 那金就是那種青銅 金屬 他做的那個鐘 具有一種非常開放的 鼓舞人心的這種特點 所以你看那個古代的樂器 編鐘 它是一組一組編在那裡 就敲擊那個金屬的編鐘 所以在一種音樂之前 首先要敲那個鐘 這叫金聲 聲就是宣 宣 宣布出來的這種金屬的聲音 好 那先集這個伯鐘 來宣其聲 然後八音其咒 最後呢 要結尾的時候 用那個沁 現在我們的沁也是用金屬做了 古代的那個沁 它就 你看那個形狀就是 一塊石料 這樣的掛在那個地方 它也是編沁 它最後收尾的時候 快 這首樂曲快結束的時候 它就經那個石沁 又叫特沁 來收這個曲子的最後的韵 好 那這兩種金屬音樂的聲音 就又代表著修行方法了 那現在這個禪定 這裡首先談止觀問題 止 一切修行要從止觀開始 自行一處 止一些妄念 由止 止為因 就是只要把這種散乱心把它收射 止久了就能得禪定 觀 觀什麼 觀昏塵 觀昏 觀久了 就能產生智慧 所以止觀為因 定慧為果 所以在因中止觀商修 果上就定慧不二 即照一炉 光受一體 好 那現在 當聽到這個欲震的時候 就是慶的聲音的時候 就代表一種禪定的 這種特點 當聽到那種金屬 鐘的聲音的時候 是代表一種 觀照的智慧 那這兩者 一個在前面 先觀 然後再用定來收射 他也就透過這種 樂器音聲的傳達 告訴我們如何修止觀 如何得定慧 好 再看 慈悲喜事 慈無調心 慈是給眾生快樂 悲是把眾生苦 這個喜呢 喜呢 是喜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捨呢 是一切都捨 一髮不足 萬元皆捨 好 這個慈悲喜捨 是無量心 在音樂上 怎麼表達呢 這裡 彈出兩個 哀而不傷 樂而不義 這兩句話是孔子 對詩三白 他三詩三白 孔子晚年 整理六經 古老的典籍 三詩經 三白首 一年以避之 詩無邪 就是內心念頭 不邪尾 特別把觀衰這一篇 放在首篇 對觀衰這一篇呢 孔子就給出了兩個評語 叫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 就是你快樂的時候呢 不要過分 你過分了就失去症 哀傷的時候 也要掐 掐到好處 你哀傷過呢 就會 失去和 和正沒有呢 就對身心有很大的嗆害 那這裡講這個 觀衰篇主要是歌頌王妃之德 那時 那時 re mid 不斷反徹 睡眉不安 她有哀的一面 但是哀而不傷 得到淑女的時候 她琴瑟遊玩相互快樂的時候 但是這種快樂又不過 好 那用這個 這樣的一個詩經的任何一首詩都能夠配樂的 都能夠唱出來的 孔子對音樂是一個很精通的人 六億裡面就有樂 看孔子的傳記 他向詩香來學音樂 孔子學音樂都是全心貫注 也是一門深入 一定要把這個曲子學到家了 他學一首曲子 不僅自己會彈奏的熟練 一般的是一首曲子把它學會了 在這學第二首曲子 孔子當學了一個曲子能夠彈奏得很熟練的時候 他的老師都說你可以學第二首了 但是孔子說我還不知道這首曲子的意趣在什麼地方 雖然這個可以彈出來 但這個曲子的這種神韻在什麼地方 還要等 等到一段時間 神韻把握作了 詩香就說你可以學第二首了 孔子還不放過 他說我還不知道這首曲子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來做的 好 那這個孔子就在彈這首曲子的時候 就細細的體會 細細的體會 終於有一天向他老師禀告 我在彈這首曲子的時候 我腦海當中顯現了一個長相離黑 有一種憂愁 憂鬱之色的 這麼一個很高大的面容 這個詩香一聽 對孔子佩服之際 作為老師他自己下座向孔子頂禮 所以他講得太對了 這首曲子就是文王朝 文王做的 他透過彈這個曲子 就是把文王的形象給他展現出來 那就是出生路化了 所以這個孔子是有這麼一個音樂的造詣 所以他認為叫他的學生 你去治理一個國家 用音樂治理一個國家 那就是太方便了 他有一個學生在一個小地方做官 也是他去到那裡看全歌之音不絕 所以他就用一種 似乎是調侃 實際上讚嘆的角度 說你治理這個地方 割積煙用牛刀啊 割積煙就是你竟然在這裡做這個音樂的治理 實際上也不需要這麼大動干戈 但是實際上是讚嘆的口氣 割積煙用牛刀 說明用音樂來叫化民眾 是牛刀啊 很起作用的 好 那你看這個愛而不傷樂而不義 義就是贏的意思 又叫樂而不贏 實際上是孔子表達這種音樂的審美的原則 這就是中和之道 中庸之道 好 那用這個我們來看 這個 慈悲是帶一點哀感的 有時候是哀民一切眾生嘛 所以這種哀民是來自於佛 所正道的同體大慈悲心 見證到一些眾生得快樂佛歡喜 看到一些眾生在三界六道受苦 佛哀民 甚至如見如心 所以這是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不是我們一般的那種情感 情緒上的慈悲 所以這種慈悲就是哀而不傷 好 洗舌是來自於性德上的洗舌 也不是由於人情關係 跟我有什麼血緣關係的這個洗舌 所以他就不會過分 所以慈悲就哀而不傷 洗舌就樂而不易 這個意思 好 極樂世界像這樣的天樂 從中極意義上來說 不僅說他不古之名 甚至可以說無聲可聽 腦子都說大音無聲 這是法性的音樂 自性的音樂 不是眼睛能看得見的 也不是天覺鼠能聞的 那自性的那種法樂 要心和心去體會 所以在現象上來說 可以說是語濟工程 語濟工程是指中國講 五音 公 商 絕 智 語 它跟五行相配合 公代表中央的圖 商表金 腳表木 智表火 魚表水 好 那語濟工程 就代表五音 這五音乘濟 乘濟好像就沒有什麼了 聽不到什麼 但是卻是想天正地 就是實相的音聲 好像是聽不到什麼 但是他大音犧牲 這個對於有緣的眾生 接受著這樣的一種 這種實相的音聲 他就像雷震一樣 想天正地 想天正地 此地無聲 甚有聲 好 請看一下 經文 經文 黃金為地 書文 此孽前其後 今後 為極色世界 上則 約 焯於天 下則 今 ele 其地 而居此 黄金地上不读耳闻天乐 亦且眼见天花也 黄金者未流离地上 兼以黄金 然亦重宝无定 这是介绍第二 金地黄金为地 这句经文是 紧接着前面经文 长作天乐 来生起后面的经文 是表达极乐世界 在它的虚空当中 就是上面 有音乐 天人咒乐 或者虚空当中的乐器 不古之名 这表明上面 下面在黄金 来庄严它的地面 所以往生者 常想在这样的黄金地上 我们想象 走在黄金地上 是什么感觉 可能我们想象不错 这个感觉 我们一天到晚走在泥巴上 说明我们内心很污秽 我们只能走在泥巴上 内心充满着机心 所以就常常碰到金刺 内心弯弯绕 机心很重 就会有高山峻岭峡谷 深渊 这都是我们心性的外线 好 极乐世界地壁土掌 都是黄金 黄金是给人一种非常尊严的 尊重的感觉 也就一般人挂个黄金首诗 它都感觉到不一样 如果你走在黄金地上 那就好像一个从一个很贫穷的山村 一下子到了六星级宾馆的感觉 先不谈这个更高的 就是你到六星级宾馆 五星级宾馆去感觉一下 哎呀 那个大厅 富丽辉煌 有人在弹奏钢琴 那个喷水池 那个 那就不一样了 你走在那个肮脏地方 就随地吐弹 到了那个地方 你不敢吐弹 它马上心情不一样 好 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 那种互利辉煌 穷为奇妙的 那种依报环境 它给我们心性的尊严 那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黄金是代表中道的一种法医 所以我们常想在黄金地上 我们自己又是 起宝的衣服穿在身上 自己又是金刚拉罗岩的身体 自己又是一个像佛的像好光明 你说那是什么感觉 那是幸福指数特高 那幸福指数就 没办法去想 那不仅常想在这样的 那种尊严的地面上 一层不燃 那么耳根还闻到 那种奇妙的音乐 眼根呢 还看到那种纷纷 坠下的种种的天花 那就是五根结束 五成都是非常的奇妙 这五成不是我们看到的染污的 它是清净的 让我们的内心的清净的 得以彰显的一种本质境 这里谈到了黄金 我们也不要简单理解 祈祷世界地面全都是黄金的 不是 如果全都是黄金的 就太单调了 也不好玩了 美的一种特点 一定是多样化统音 一定有它的多样性 所以你看观景讲 观想极乐世界的流利地 它的流利先观想水 从我们这个世间的水观想 观想的很沉浸的水 再转想为冰 转想为冰 再由这个冰转想为流利 那流利地面上 它上面坚以黄金道 就好像我们其他地面都是泥巴 但是建了一条柏油马路 那是道 地和道是两个概念 所以极乐世界 如果说地是流利的话 它的道是黄金 那流利和黄金 正好一个暖色调 一个冷色调 它配合得很好 那做道的不仅是黄金 也可以是琉璃 也可以是玛瑙 那做地的也不仅是琉璃 可能由七宝 乃至无量的珍宝 来合成这个地 那么这个道 也不仅一种宝 可能一种两种乃至七宝 来构成这个道 所以它做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总之是复利辉煌 非常的炫颤 但又有它的秩序 整一性 所以这里就谈到 建以黄金 燃亿重宝无定 这个道有时候是黄金道 也可以是各种珍宝合成的道 这是不确定的 好 请看下面 建以黄金者 如观金云 建琉璃地 内外印彻 下游金刚七宝金床 清琉璃地 骑床八楞 百宝属成 一一宝珠 放千光明 一一光明 八万四千色 印流离地 如一千日 流离地上 以黄金神 大本云 杂策 杂策 兼措 借以七宝 分迹分明 居此 则地本流离 而黄金者 又地面之 庄严也 大本云 比叉 自然七宝 体性温柔 相间为地 或存衣宝 光湿 晃药 超越十方 灰阔 狂荡 不可穷尽 地皆平正 无有须迷 即逐山 海 坑坎 紧固 幽暗 之俗 居此 则亦可 专以黄金为地 良由 彼国 广大 非之 一余 黄金流离 且以 一宝 二宝 严之 重宝为之 当亦 无尽 好 这个 对黄金为地 进一步 引用 观金 来 帮助我们 加深理解 就是 这四字 经文里面 包含的 内涵 是非常丰富的 它的景观的展开 也是无尽的 观金里面 它谈这个地观想 就是观想成流离地 流离地呢 它流离嘛 内外 印彻 就是 它没有 杂质 非常的 亲近 亲近 那就内外 都能够看得清楚 内外的光 都能够相互的 照应 侧就是 没有一点 黑暗的地方 没有一点 障碍眼光的地方 再一看这个地面 地面下面 有 金刚七宝金床 这表明地下 还有庄严 我们在这个世间 除非是有特别的天眼通 才能看到地下的情景 我们的肉眼 不知道地下是什么东西 所以就有障碍 那极多世界的 我们都有天眼通 再加上 它的流离地 都是珍宝 在下面 就看得很清楚 地下 它以无漏的金刚 以及种种的七宝 来构成那个床 金床 那这个金床 就牵住这个流离地 就是下面 有一个支撑的东西 这个金床 有八面 八方八楞 就是八个方面 八个灵脚 那这个金床 也是数千种珍宝所合成的 上面呢 又镶嵌着种种宝珠 每一个宝珠 都能放出数千种光明 这种光明呢 又能够变造极乐世界的本土 乃至于他方世界的岔土 那这个光明 意义光明里面 又能够引现出八万四千种颜色 常常我们会讲 这个放八万四千种光 意义光有八万四千种色 为什么要用八万四千 这是一个 说我们厌力凡夫 有八万四千烦恼 所以我们自信的光色 不能现前 那佛呢 透过他的修音正果 他把八万四千的烦恼 转化为八万四千的功德 转化为八万四千的光和色 这个色呢 也能够造到他方世界 随机变形成种种的景物 随机的第一本土和他方的众生 那这个光色呢 是从地下显发出来的 它光它从上面照 就能够照在流离地上 那这个下面金床的光色 是非常的至甚 就好像百千万亿的太阳的光 那我们看一个太阳的光就了不得了 那亿万的太阳的光 加在一起的光亮 照应在这个流离地上 那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极诺世界的光明世界 那我们也很难想象 它的光 赤胜到什么 什么程度 而且我们就会想 我们这个地球上 一个太阳光好像就够了 如果出现两个太阳 我们就会觉得很热了 出现三个太阳 我们就会更照热了 出现四个太阳 那我们就会干旱了 出现十个太阳 那我们都烧焦了 可能我们都受不了十个太阳 那西方极诺世界 一亿个太阳光 那我们怎么受得了 那没有问题 极诺世界的光是自信的光 它虽然自身 它清凉 它不灼热 它只能给我们的利益 不会给我们烦恼 到那去天天 比非洲还非洲 比赤道还赤道 那地方不能去 高温 那里不会高温 大家想明 这个光明的那种自信度 我们也是很难想象的 好 那这个流离地上 就以黄金为道 由于它地面 地很宽 黄金为道 看过去就像神子 黄金神 神就是比喻这个道 杂测 杂测 错 杂测就是这个很多的珍宝 富香的香机香路 具有无量的光色 杂表面它的丰富性 测就是排列在一起 交错 那这个地面上黄金为道 它有时候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会有戒 这个分戒呢 由七宝来分这个戒 这个戒 有这个黄金 流为道 流离地为地 还有七宝为它的戒别 就分纪分明 分纪呢 就是一个区 一个区域 它划分得很清楚 明明白白 分纪分明 好 那么 那么据这个经文来说 那极乐世界的地 就不是黄金为地 就应该是流离为地了 是不是 好 所以这里表明 这个黄金为地 是指地面的庄严 表达地面庄严 但我们确实不要理解 为西方极乐世界 全都是黄金 在这里可以理解 为黄金为道 那进一步来引用 《无量寿经》的描述 《无量寿经》讲这个极乐世界 它由无量的自然 自然就是法尔自然显现的七宝 来作为它地面 或者宫殿 或者树木 宝树的构建 这就是我们讲 《网生论》讲 被足珍宝信 具足妙庄严 它的构建都是七宝 这个七宝的体性 温柔 这不一样了 我们这世间的黄金白银 这些七宝 它的体性很硬 它不柔软 也没有温暖感 说西方有一个国王 很贪财 他就希望有很多的黄金 有一天他碰到一个天神 地奥尼硕士 帮了地奥尼硕士朋友的一个忙 就是三神的一个忙 地奥尼硕士是西方神话里面的九神 九神精神 你才讲九神精神 就是地奥尼硕士的精神 这种非理性的精神 他遇到地奥尼硕士 这个九神就向九神提个要求 说我帮了你朋友的忙 我要向你提个要求 那九神说你需要什么要求 他说我希望你给我一个点金术 希望我手指接触的地方都成为黄金 都变成黄金 这九神一看他这个贪心 就跟他讲 好 我就给你这个魔术 给你这种能力 真的就 一下子 他就拥有了这种力量了 点一块石头就是黄金 他一下子高兴坏了 点什么成了黄金 所以他就赶紧要回皇宫 要在皇宫里面试他的法力 结果一回去之后 一点桌子 桌子是黄金桌子 一点这个椅子 椅子成了黄金椅子 慢慢的他发现不对了 这个椅子变成黄金了不舒服 冰冷的 硬硬的 就有点觉得不对头 结果这个佣人给他送餐来了 送午餐来了 他一端着这个碗 这碗变成黄金的 一拿这个汤 汤也变成黄金的 一拿这个饭 饭也变成黄金的 然后他指着佣人 又能站着也变成黄金的 这下麻烦了 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干扰 所以他都不敢接近他的夫人 怕他的夫人也变成黄金了 最后就还不到三天 他觉得苦不堪言 就在那哭 然后就向九神祷告 哎呀 希望你帮忙赶紧把我这个点金树拿回去吧 我不能再要了 我活不下去了 这个九神看着他真正痛苦不堪 就出现他面前 给他指出了 你到哪个河流里面去洗 就能把你这个洗掉 他赶紧跑去洗 还真的就把这个魔术洗掉 那条河的那个流的沙子都是金上 所以这个点金树不好玩 所以这个黄金不是好东西 所以他这里表达 他得到这黄金 开始很欢喜落狂 最后发现不对头 尤其很冰冷很坚硬 饭也成了黄金 喝到汤也是黄金值 就很难受了 不温柔 那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七宝 它很温柔 温柔很重要 比如说它黄金为地的时候 那西方极乐世界的天人 往生者不会穿鞋子 不会穿皮鞋 它都是自然的生活方式 自然的生活方式 这个如果是光脚 走在又硬又冷的七宝地上 也不舒服 但如果这个七宝像地毯一样 像地毯那样柔软 还有很温暖的感觉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地面 这个温柔 还有各种天花 飘扬在地上 又像宽高四寸的这样的 高 就是柔软到什么地上 你一踩下去就陷下去四寸 你一抬起脚又贫富奴出 它温柔到这个程度 这个体性温柔 这个就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七宝的概念 相间为地 就是这个七宝有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光 它的相间很重要 这是它的庄严之相 它一定是这种暖色调和冷色调 一定是搭配得很好 当你黄金为地的时候 白银为道 当你流离为道的时候 那车居为地 它一定要这么一个搭配 这里面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 都是具有极为庄严的 这种审美的特质在里面 所以这个或者是纯粹一宝合成 一宝也是有至圣的光和色 这个光色呢 这个极乐世界有妙色功德庄严 无沟光焰赤明镜耀世间 这珍宝没有一点勾然 它的光焰非常至圣 非常明亮 非常清净 来照耀两种世间 就是两种生死的无明的心 所以这个是超越十方的七宝了 西方极乐世界珍宝是十方无量无边岔土 珍宝当中之金 之金华 所以超越十方 这个地面呢 非常的广袤 叫辉阔广大 就表明它的量功德 就近如虚空广大无边际 地面非常的宽广无垠 而且没有山 没有高山 没有峻林 没有大海 没有坎坷 没有水井 没有幽谷和黑暗的地方 这个地面呢 都是平盏 炉长 平正的 所以这个地面 都能够把我们 那种弯曲的心 狭矮的心 狭矮的心扩大 弯曲的心变成平正 所以这种地面庄严 也是不可穷尽了 根据这样的经文来看 这个 亦可认为极乐世界 以一宝为地的话 就以黄金为地 但由于极乐世界的地面 无限广大 不仅仅在一个局部去谈 所以就不能局限为 只是黄金为地 或者一个地 一个区域是黄金为地 其他区域就流利为地 或者是二宝三宝 乃至无量珍宝为地 所以这种地面的 这种庄严的材质 光色的搭配 也应该是无尽的排列组合 好 请看下面 称礼则自信真如平等 是经地义 真如则无杂无晦 无辩无千 离万节而常心 平等则不真不减 不高不下 为千圣所共吕 匹舍如来 为当平心地则是戒平 如舍利佛 心有高相 乃见丘陵坑坎事也 事故人人行处是黄金 何代如来 以足止暗地 好 这是对黄金为地 这句经文 萧贵自信的解释了 黄金为地的意思是表达 自信真如平等 好 那自信的真如 看看真如 真就是无杂无晦 没有杂质 没有污秽 这是真的意思 无边 无迁 就是没有变迁 这是如的意思 如 根骨 根骨 根心 永恒不变 这是如的意思 离万劫而长心 万劫而长心 这是金的意思 黄金的意思 因为黄金它不会变 好 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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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理解这个平等 它是从空性里面 平等是一向 一向是无向 无向是空 所以正到了主法空性的人 才能有大平等之心 像我们这里 这些人都没有一个 其正这种空性的人 都是心有分别 心有高下 所以我们看人都是 狗眼看人低 看人下菜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所以我们心不平等 肯定就有差别 那这个平等 是有空性的东西在里面 那空 不增不减就平了 不高不下就等了 平等 那这样的真儒体性 是为千圣属共吕 一些菩萨是由于正道的 这样的平等真儒之心 而成佛的 是千圣属要 共同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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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见的 这个境界 所以千圣共吕是 第一 所以自信真儒平等 就是真儒平等 是经地义 就用这样的一段语言 来加以具体的展开 好 那这个地 外面的地 要回归到我们的心地 心地这里就举出 能言经二十五圆通 地大圆通章 地大圆通章是持地菩萨来谈他正道圆通的方法 持地菩萨就回忆他在因地的时候 他修行 那一世呢 这个 于普光佛时 他出家做比丘 住的一个修行呢 就是平田道路 对康看君治沙利的地方 他给他平展 让方便大家行走 甚至 就是碰到灾风的时候 他帮别人 这个推车 负重 也只是取一钱 来维持下生活 如果自己能够维持 一般都是 就是住功德 来帮助大家 他以平地 作为他修行 这样呢 就建制的到了 皮色奴来 事先做佛的时候 皮色奴来 受国王之勤 去应供 应供这时候 这个皮色奴来呢 就是 这个要到皇宫里面去 这个持地菩萨之道 就把这个佛要经过的地面呢 把它全都平整 打扫得非常干净 就是平地等待佛 佛来呢 他就五体投地 步发 这个远移 这个是时候 皮色 皮色奴来 就磨他的顶 说 当平心地 则世界地 一切西平 就是你平外面的道路 当得很好 但是你要注意 平你内心的新地 你内心的地 新地平了 那世界的地都能够平 他从这个就切入到 这个地的体性 正的源通 这是一个公案 好 其实就是 唯末七经 唯末七经 谈这个 佛讲 佛国 一个菩萨 怎么 敬国 清净刹土 有一个基本的 叛年就 心尽则佛土 敬 说到这几个 开始之后 瑟蒂佛在会上 就已生起一个怀疑了 说 我们这些弟子 心里不清净 所以感召的是 金字沙利 慷慷 污秽的地方 而其有可言 那佛应该是 万德庄严 正到了是 佛地了 那为什么佛也生活在 这样的 一个不清净的刹土呢 就生起这个 疑问 这时候虚空当中 来天法的一个 逻辑天王 逻辑凡王 就跟瑟蒂佛说 是人者 你的心有高相 没有依照 佛的那种 平等的智慧 所以你看到的 这个刹土 是不清净 就是土石足山 丘陵 康看 金字沙利 土石足山 慧恶充满 你看到的是这些 但是你看到这些 你不要以为佛也是这样的 佛属 清正的境界跟你不一样 所以 释迦摩尼佛为了印证这句话 当时就以 阻止暗地 阻止暗地 当下 三千大天世界 就是珍宝 七宝庄严的地面 所以佛自证的境界 跟瑟蒂佛看到的 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 心有高相 乃见丘陵 坑看视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进一步从自信说 我们人人 从本源心地来说 金行之处 都是黄金为地 实则 不要等待 卢乃以阻止暗地 我们才承认是黄金七宝为地 但我们感知的 这个污秽的地面 是我们的心 污秽 心有高下 心不平等 当然我们以后 也是大耶往生 还是不平等的心 到了极乐世界 但是当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看到那样的 挥霍广荡的 七宝地面的时候 当下回光返照 就能把我们内心的那种 高下 差别 给它消融掉 把我们的大平等心 给它显发出来 所以我们内在的那种心性 真如平等的心 显现出来 就跟外面的黄金为地 心境一如了 所以极乐世界的那种 佛的果地上的本质境 就能最大限度地 把我们的奴来 藏性 自信 平等性 给它显发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能快速成佛的 重要原因之一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愿意 南无阿弥陀佛 沟玥陀佛 向南无阿弥陀佛 私助 estar 感谢观看